母婴室环境参资晓率使用率低众所周知,母婴室可以为哺乳妻妇女开辟安全,温馨的专属私密空间,让她们休息,照顾孩子。 目前,嘉欣平湖已在大型商超、景区和公共场所等地设立了30多个母婴室,但据我们了解,市民普遍对母婴室知晓率不高,部分母婴室形同屈设,使用率很低。 平湖东湖景区南村书堆设有一个妈咪暖心小屋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母婴室,她爱住景区的特产专卖店建立,屋内尿,冰箱、沙发、饮水机、微波炉、洗手池等设施移应俱全,还免费供应母乳存储袋、清洁棉、尿布湿等护理产品。 但是,仔细一看,婴儿床落灰明显,把手和床垫上还有不同程度的煤斑和污渍。 据了解,这个妈咪暖心小屋从2016年9月投入使用,按照舒适型母婴室的级别设计,面积约15平方米,每天。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免费对外开放,但市民和游客对妈咪暖心小屋的使用率不高,很多人不知晓它的存在。 我平时路过这附近也没有注意到,原来这里还有母婴室。 一位路过的女性市民告诉我们,当湖街道社创中心一楼101市也设有一个妈咪暖心小屋,这个母婴室与会员之,何用? 从使用情况来看,也先有人问津。 平时用的人确实很少,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设施。 还有就是知道的也嫌麻烦,不愿意过来。 当湖街道社创中心保洁员孙琪英说,而设在平湖市妇幼保健所内的母乳未养室,设施比较简陋,支配备料桌椅,洗手池和一张冲荡尿的办公桌,按照国的相关要求,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母婴室。 根据省市公共场所母婴社事件社要求,经常有母婴逗留的车站、大型商超、图书馆、游乐场所、旅游景点、医疗机构等公共场所,建筑面积在5000至1万平方米,或日客流量超过5000人的。 应建立使用面积不少于6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,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的,建立使用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,但很显然,目前配置还是不够。 有时候我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,会看到有些妈妈公共场合喂奶,确实感觉不太好,有点难为情。 但是也可以理解,没有母婴室的话,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,毕竟厕所环境比较差。 有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碰到公共场所人很多的情况,那只有让孩子饿住料。 阿德讲,我觉得母婴室不仅要建设的好,也要宣传的好,要让市民都知晓。